俄罗斯波罗的海通讯社3号援引俄特工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美国人保罗·惠兰日前被俄方抓捕 原因是他试图从一名俄籍人士那里获取涉及俄国家机密的U盘 此外 惠兰长期通过俄社交网络拉拢经美国情报机关筛选可能涉密的俄罗斯人 据报道 2018年12月28号 惠兰在其居住的莫斯科大多会酒店房间 拿到了一名俄罗斯固交带来的U盘 该设备中存储有某保密单位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单 惠兰获取U盘后 数分钟之后 俄联邦安全局办案人员闯进了惠兰的房间 将其当场抓获 另据俄新社3号报道 惠兰的律师当天表示 莫斯科列夫尔托沃区法院因惠兰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批准对其实施逮捕 律师方将就这一批捕裁决 向莫斯科市法院提出上诉